Hello 大家好 我是Forenz 聖誕節大家會想起什麼動物呢? 我就會想起Brew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就是一個紅鼻唇撈 今次跟大家介紹這個面部彩褲 我會用一個小的半圓形海面 眼窩、眼底、鼻樑 以及人中至法令紋的位置 然後就塗上白色的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眼底都需要塗白色 來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唇鹿的照片 都是有一個白色為了你們的眼睛 塗完眼後我們就要塗鼻哥以下 在人中至法令紋的位置 記得要塗上唇 然後繼續用同一個 sponge 在兩邊微微割造一個小的三角形 去做唇鹿的耳朵 然後就用一個漸變的啡色去圍邊 這樣就可以描畫它的耳朵 中間的頭有幾隻毛 然後還有它的輪廓都可以描畫出來 我特別會用這個咖啡色去畫一個鼻樑 令到它好像鼻子很高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橙黃色的Rainbow Cake 去做面的中間位置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顏色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淺啡色去填滿面部的位置 面部之鼻樑的位置 我會用紅色做鼻樑的位置 注意就只塗鼻頭和兩邊小部分的鼻液 剛才我們用了一個啡色 在兩邊的鼻樑位置拉到鼻尖 只要用紅色輕輕遮蓋了那條線 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用一個圓的扁掃 去塗一些前面的啡色去做露角 如果你說你沒有這個圓的扁掃也不要緊 可以用普通的Rainbow Cake 去做一些Teardrops 都可以做到這些形狀的六角 好 接近尾聲了 就用一支最小的圓組Rainbow Cake 用一些黑色去做圍邊的 我想我在網上看到 有些人都會在耳朵畫多一點點毛 飛出來 在我這個設計裏 就沒有太多細節 在耳朵上沒有做太多細節 特別在於唇綠的臉比較削 所以從眼睛就馬上飛到嘴唇的位置 接著人中的位置 儘量畫幼一點 接著去到嘴唇的時候 就加粗一點給他了 眼睛我覺得是最難畫的 所以我放到最後才畫 我會由眼角再低一點 開始畫線上眼尾 然後在那條線 那一點 starting point 那裡 拉線去畫眼線 然後在眼尾上 再加一些眼睫毛 剛才我們加了一些白色在眼底下 其實我是想做大一點的眼睛 加上真實來說 唇綠有些白色圍著眼睛 所以我就畫一條假的眼線 在眼底的白色下面 然後再加一些眼睫毛 加一點假的眼睫毛 這樣的效果令到眼睫毛更大 我完全沒有加任何的顏色 在嘴唇那裡 我只是 outline一點下唇就OK了 接著又到畫龍點睛的位置 用白色去加一些高光位 還有畫一些綠紋 特別是這個 Rudolph the Red Nose Rain Deer 它呢 是有些梅花綠的斑點給它 那梅花綠的斑點究竟是怎麼做呢 儘量你把筆打斜一點 就可以做到橢圓形的斑點了 這個紅鼻純綠的美補彩繪就完成了 如果想增加聖誕氣氛的話 可以在頭頂上面再加上聖誕花 還有在兩邊面珠心那裡加上雪花 想知道這兩樣東西怎麼做呢 記得留意我的聖誕花和雪角獨角獸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去支持我 還有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鐘 就不怕錯過了我將新的影片 還有記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態了 今次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